在成立大任国书的仪式上 首任刚果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艾佛弥 自宋时的时候指出 中刚两国自从建交以来 彼此之间的合作曾经不断地获得发展和巩固 同时他并且指出 刚果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一样 很关注我国的奋斗立场 蒋总统在自达时的时候指出 中刚两国之间的合作近年来不断地扩展加强 这足以表示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跟友谊 而中华民国愿意继续努力 来增强这项合作的绩效 今天在场陪伺的 有总统府秘书长张群 外交部代部长沈建宏 参军长高奎元等